干净的木栈道搭配着旁边种植的珠景 仿佛置身在欧洲街道的感觉 这也是新北市中和区的中原沟木栈道 去年启用后距离捷运中原站非常近 成为捷运组的重要通勤狼道 但建造完成后缺乏维护 狼道状况越来越糟糕 甚至隐藏危险性 当地居民无奈之余找到新北市医员张伟倩协助 中原沟木栈道第二期 它先前其实是种芦苇草 那芦苇草因为季节关系 有时候看起来非常的凋零 所以许多的民众都建议说 是不是可以换一下植栽 让整个地方可以看起来生气蓬勃 所以区公所他就选用了朱景 那朱景他一年四季 其实他的生气都比较蓬勃 而且在夏季他会开红色的花 看起来比较有朝气 那除此之外 因为中原沟木栈道 它属于一个去捷运的必经之道 所以很多民众有走路的一个需求 那因为走路的天色比较昏暗的关系 它的路灯不够多 所以我们有针对这一点来加装这个路灯 来保证大家行走的时候的一个安全性 那除此之外 它这个护栏其实也比较短一些 那避免说大家有高低落差 可能会掉下去的一个危险 所以我们有把这个护栏来做一个加强 来让行走的民众可以更加的安全 改善后的中原沟木栈道 将原本枯黄杂乱的芦苇草 改成颜色鲜艳且有活力的珠景 损害的威力也做整修 重要的是加装了许多路灯 让民众在晚上经过时不再心惊惊 张伟倩表示 完成改善后 中原沟木栈道不只能当通勤狼道 更让附近居民多了一处休憩的空间 那这个二企木栈道 其实有一个非常的重要 就是因为它属于一个通勤狼带 那这通勤狼带呢 其实是每天很多人呢 通勤必须要走的道路 那一旦呢 它有一些破损 或者是有安全性疑虑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说 可以来马上做一个改进 那也希望说 大家可以多利用这个木栈道 来去做一个休憩 因为综合我们的这个休憩空间比较少 那木栈道其实是一个难得的 有一个生态啊 跟一个空旷的地点 所以希望大家呢 要爱护这个环境 那并且多多利用 中原沟木栈道当初的设计 是为了提供便利通道 节省民众时间 但兴建后不维护 反倒让当初的用心 都白白浪费了 接着简明山综合报导